哈喽 你就是我今天的相亲对象啊 是的 你好 你好 没想到 你长得跟我前妻还挺像的 那你也知道了 我是个二婚 你不会介意的 不介意的 只要人品没问题最像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先说说我的要求 我一婚的时候啊 女方的赔价是三十六万 现在我是二婚吧 这赔价呀 也得翻倍 那就六十六万 这个呀 是我们家的棋子 那还有什么别的吗 当然还有了 我妈说了 前面结婚的时候啊 你们家得给我买一条金腰带 纯金的那种啊 因为啊 我现在是二婚 所以啊 这腰带呀 也得翻倍 两条 结婚的时候啊 你还得给我买两块金砖 放在枕头底下 这样才吉利嘛 这也是我们家的棋子 那这么多金子 得多少钱啊 不多不多 也就一百多万吧 对了 到时候啊 你还得给我买一条 一百多克的大金链子 这样才符合我的气质嘛 那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物质条件吗 你们家呀 还得给我赔送两套房子 我一套 我弟一套 至少两百瓶以上啊 结婚当天的改口费 八十八五八 一分都不能少 还有吗 暂时没有了 那我能冒昧地问你一句吗 我听你说了这么久 感觉你不像是来征婚的 倒像是来发家致富的 你说这块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想和我征婚人呢 从这拍到了法国巴黎 就你这样的 我能出来见你 那我就是个娃娃一面子 别不是抬举啊你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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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还是个大老板呀 那我刚才提的那些条件 对你来说 岂不是小case吗 我刚算了一下啊 我光嫁给你呢 就要花一千多 请问你是郭德华 还是刘富城啊 家里没镜子吗 也不照着你自己 不是不是 忘了告诉你了 以后许愿呀 去庙里 来相亲干嘛呀 故事情节没有伏笔 我的